这真是神奇的一幕 狮子竟然与斑马共同的在河边喝水 但随机 事情发生了转变 狮子开始攻击斑马 大家都知道双方是敌人般的关系 肯定不能轻松的共处一室 斑马毕竟刚刚生下自己的幼崽 身体还是比较虚弱的 所以说狮子准备 趁着这个机会对它进行攻击 狮子准备 拳上的霸主 它的攻击性也非常的强 狮子也趁机成功的狩猎了这只斑马 获取到了今天的食物 战斗异常的精彩 猎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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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猎 在上面生活着像是有毒的 老虎竟然直接围上前 结果等到老虎同伴赶到的时候 却发现 自己的同伴早已倒在了岸边 看来应该是有所中毒了 没有想到神经百战的老虎也会有失去攻击的时候 老虎们畏惧的只能躲在水中防止蛇的再次偷袭 而自己的同伴也因为中毒不治身亡 毕竟依靠蛇的毒素 毒死一个成年人都十分的轻松 老虎十分惋惜就这样痛失了同伴 真是十分的可惜 油猪被撕咬的发出了惨叫声 毕竟猎豹都已经钻进了油猪的洞穴里 被闯进家门的猎豹所惊吓到 发出很哟声也是很正常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